今天我們上記憶學習集演算法第二課 第一課大家有接觸到一點點的程式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 這個部分不用說一定要學會 不過當然你如果想要學會的話 這樣一定是最好 我在想在前面三節課 我們要花一些時間做一些基本的介紹 不過你們應該大部分時候只要複製貼上就好了 在第四節課開始我們會講到比較多數學的部分 那個部分可能才是比較需要理解的 大家打開這個介面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是用自一筆電的話 應該都可以到這個介面了 大家點左上角這也可以開一個Rscript 通常我們比較喜歡這樣子來寫程式 就是我們之前是這個樣子 直接寫在這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直接寫在這裡對不對 好那這樣子有什麼缺點 就是你剛剛打的那一串程式 你是不是想要再叫出來什麼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我們要習慣 就是我們的程式開發介面 我們要打開這個加這個加一個Rscript 加完之後我們把程式打在這裡 我們把程式打在這裡有什麼好處呢 這就有點像一個記事本 記事本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這個 就是你的語法貼在上面 那這個就不會消失 你執行完它就不會消失 那你要怎麼執行呢 你可以這樣子 你可以這樣執行 你可以這樣執行 然後你把它highlight起來之後按RUN 你按下RUN之後它其實在下面 它是不是就自動跑出來了 好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這樣子你這行就不會不見 你要繼續打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一樣啦就是這節課剛開始 大家一樣就把這個就是 舊的檔案給讀進來 這個ECG Train 這個ECG Train 就是我們上一節課用的這個檔案 我們現在來打Head的這個函數 可以看我們的前面的這個幾個這個 就是前面幾個RAW 好這個大家可能都還有一點印象 沒有印象再稍微看一下 大家可以知道這個是三個類別 STEMI, NOT AMI,還有 NONSTEMI 三個類別 NA就是沒有數字 那假一直是個連續變相 這個是0或1 這就是一個疾病0或1 過了642天還沒死 後面就是一些性別年齡之類的一個Variable 好那我們要很快的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 就是有哪些函數可以用 那 假如說如果你想要算平均值的話 你可以用MIN這個函數 好注意這一行 這一行喔 這個DATA 這個是什麼意思 DATA裡面的Edge 好對不對 我上個禮拜有教 這個 就是如果你想要DATA裡面的東西的話 你需要這個前字號 然後把裡面的什麼東西把它叫出來 好那 這個MIN 因為它是接小括號的 所以它顯然是一個函數 好然後 用逗點 逗點是在做什麼的 逗點 小括號裡面的逗點是在輸入不同的參數 好 你把MIN 然後DATA EDGE把它輸入進去之後 逗點 NA RM 等於True 這個後面這個代表的是 我 MIN這個函數裡面的其他參數 我要下 NA.RM 等於True 代表的是 我想要把 NA NA值把它remove 掉 好這樣按下 Enter以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 它是說61 那就是代表平均年齡是61歲 我這邊把它改成FORCE的話 它出來還是61歲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 Edge本身沒有NA 好那 但是如果說 這裡面是不是有一個叫K的 K是那個 就是甲離子 好現在它是NA 它在打True的時候 它是3.7 好為什麼 NARM等於FORCE的時候它是NA呢 因為 它裡面有NA 那NA你在算這個平均值的時候 平均值怎麼算 大家應該知道嘛 就全部加起來出一個數 那裡面有NA加起來當然就是NA嘛 所以你就必 你這樣子的話你就算不出來 所以你在算有NA的VALUE的時候 你需要加上NA.RM等True 好那 剩下的這些函數啊 我就不 不再 就是 仔細的一一介紹 SD 就是STANDARD DEVILATION 這樣Enter之後 你就可以算出來了 那 VAR是VAR 好就是你的變異數 好這些 這些 簡單的這些 統計啊 Medium就是中位數啦 就是 大家可以不用特別去記這些 這些就是 這些語法 Quantile是這個 就是 百分位數的意思 那 它Default是列出0啊 25百分位 50百分位 75百分位 100百分位 這個50百分位數 跟中位數是完全一樣的 這個大家可能會知道 好如果你想要 加上這個一些參數 舉來說你希望 它是95百分位 那你就請你輸入0.95 那你就可以看到 第95百分位數 它的數值是多少 這樣可以吧 好這些不用特別記喔 我要再強調的是 這些不用特別記 因為 就是 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函數喔 以後我們用到的機會 也沒有那麼高啦 那 只是你以後看到它的時候 你不要那麼陌生 好平均最小值 然後還有最大值 好其實它 好其實它 雖然不用特別記 但是它其實也蠻好記的 因為它其實都是這些 呃就是重要的參數 好那 那個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 就是剛剛那是連續變相 我們來看一下 類別變相 類別變相 Gender我們可以使用 Table這個函數 來看一下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Data裡面有 27 2172個女生 2828個男生 好然後接著咧 這個Table它可以同時輸入兩個以上的參數 我先輸入 Gender再輸入LVD LVD就是有病跟沒有病 好你可以看到 這代表什麼意思 有459個女生 沒有LVD 247個女生 有LVD 好這個703703這樣依次類推下去 呃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兩個數字加起來多少 是5000 對不對 請問一下這兩個 這四個數字加起來 是不是圓圓小於5000 好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的 欸 就趕快 趕快有加分的機會 趕快大家 請講 因為其他男女生 那個LVD的位置 欸LVD 欸太好了太好了 菌和把它記起來啊 好 那這個 欸你講對了沒有錯 就是 欸因為LVD 欸 Gender是沒有NA的嘛 可是LVD是有NA的 所以 你如果 雖然說我還沒有 秀出來 但是你可以看到 欸其實LVD是有NA的 這樣可以齁 好 那 另外還有一個函數叫 PROP.TABLE 這個是如果你 產生完TABLE之後 你看這樣子 我是不是把 你看我現在 右邊只有 右上角是不是只有DATA 我打到這一行之後 我是不是產生了一個 TAB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 TABLE這個物件 還記不記得 上一節課講的 class這個 函數 它是一個TABLE這個物件 這種TABLE的物件 可以使用這個函數 叫PROP.TABLE PROP就PROPORTION的意思 好這樣子我就可以看到 欸 為什麼是 為什麼是 好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這裡是2 喔我貼錯行了 好 PROEP.TABLE1 這個你可以看到 女生是佔43% 男生是佔56% 好那如果你的TABLE2 是 GENDER跟LVD的話 它這個 四個百分比是不是就出來了 好可是有時候 我們想要的是 這樣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這樣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這樣可以吧 我想要看的是條件幾率 好 在0裡面的 女生有佔幾% 男生有佔幾% 或者是 女生裡面 0幾% 1幾% 這樣懂我意思吧 有時候我們可能想 看條件幾率怎麼辦呢 這邊有個Margin這個參數 Margin的1的時候 代表是 我要以這樣為基礎 1是什麼 第一個 第一個維度 第一個維度是弱 好看到了吧 它這樣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數字是什麼 在女生裡面0的幾率 好 那Margin的2勒 你可以想像 它變成以Column為Best 好這樣可以吧 好這一些語法 一樣就是 你只要看過就好啦 我覺得沒有必要特別的去記 就是 記住它 你會看到有非常非常多語法 真的是不需要特別抄啦 因為我跟你們講 之後的課程可能也不會用到 就是 就是他們大部分之後也不會再用到 我說的不會再用到 是說可能連 這節課的後面都不會用到 我只是做一個基本的介紹 以後看到不要太害怕 好然後接下來 我要給大家看一個新的函數 叫HIST HIST 是HISTogram 就簡稱HISTogram是直方圖 你現在這樣子的 請問一下這樣子 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 DATA裡面的Edge的意思 好 我們來這個 我們再來給大家一個有獎真答 好不好 就是一樣就是 答對了就加一分 這個 可不可以詳細的解釋一下 就是這樣的一個就是 這樣的一個東西 它 為什麼它 就是它這個痘點 痘點的左邊跟痘點的右邊 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在中畫號裡面 痘點的左邊跟右邊 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有沒有人想要回答的 欸來請 韓跟列 韓跟列哪邊是韓哪邊列 其實我搞不清楚韓跟列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講英文 是韓是韓嗎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韓跟列是 就是 Column嘛 好不好 所以左邊是Raw 右邊是Column 這樣可以嗎 是嗎 那為什麼 那請問一下 這個 呃 就是 請問一下在這裡輸入Edge的話 這個 就是 應該這麼講 就是 在這裡輸入的是文字 數字 邏輯值還是都可以 你聽不懂我進一步的問題 就是 你在 豆點的右邊 你是要對Column做選擇嘛 對不對 好你對Column做選擇 這裡輸入文字數字 邏輯值還是都可以 可以輸入什麼 只能輸入文字跟數字邏輯值不行 文字跟數字可以 文字跟數字可以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啦 輸入Edge的時候 Hist 好了幫他加分一下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蒙對答案了 你怎麼知道邏輯值不行啊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找什麼 好那你這樣 你這樣我們也不知道說什麼啊 好他是真的蒙對了 你看我輸入2也可以 可以 2是那個 假離子 我應該輸入錯了 應該是第6個Column 還是 為什麼 欸這是 這是什麼 第7號第7個 這個 這個才是年齡 因為年齡是第7個 1234567 好第7個這樣可以吧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 知道不能輸入邏輯值啊 這個我真的是覺得太驚訝了 所以這個 呃 你如果輸入邏輯值的話 呃這樣不太好輸入 就是 就是你要輸入 就是 呃這邊總共有幾個Column 46個Column 你要輸入46個True跟False 輸入完之後 你會發現他的False 好這個我就不要示範了 好不好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你答對了好不好 那個均衡再幫我記一下 好 好 好那 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函數 我剛剛講的重點不是這個鎖影值 我想要的重點是這個 Hist這個函數 你發現他是不是可以畫出一張圖 這張圖 大家可不可以 這個 我們再找一個人教我解讀一下這張圖 好不好 這個是 年 這張圖大概有哪些重點可以看 你能講越多越好好不好 來有沒有人要發表的 我們比較鼓勵大學生啊 有沒有穿迷彩服的想要舉手的 沒有穿迷彩服的也可以啦好不好 有嗎 這張圖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跟我講一下大概有哪些資訊 你可以從這張圖裡面看到 好啦研究生也可以啦好不好 真的都沒有人喔 來來來來再講一下 常態分布 常態分布 你這樣就看得出常態分布 不是喔 很像 很像 好像又不太像 好像又不太像 不是你只有 你只看到常態分布嗎 你還沒有看到更多資訊啊 人數的累積 人數的累積 好啦這樣好了啦 這樣你講常態分布 我實在是很難幫你加分啦 我想我幫你加分你的同學 可能不太會同意啊 這個 我們這張圖我們看到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第一個 就是 這個X軸是20到100歲嘛對不對 所以他的範圍大概是20到100 這是第一個重要的 第二個是他最多人在哪裡 60 60歲 這樣可以吧 然後他的人數大概多少 500個人 這樣可以 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不是 我隨便 我這邊軸把它去掉或什麼的 我說這是常態分布 那這樣子 第一個他也不是真的很像常態分布啦 好不好 這個常態分布 我現在隨便畫一個常態分布 你們先不要管我打什麼語法 但是 我現在真的畫一個常態分布給你們看 常態分布應該長這樣啊 好不好 這個 就你們先不要管我打什麼語法 但是常態分布應該長這樣啊 這個 這個樣子你說像三角形 可能還比較好一點 或者像個什麼 就是 像個 就是這個五角 這個什麼 四邊形什麼 可能還比較恰當一點對不對 好 那 這個 這圖的重點是 想要知道你的數據的分布啦 包括你的範圍是 介於多少到多少啊 然後中間人數是多少啊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 那 那 直方圖你了解以後 那我們再來看核須圖 核須圖是 BoxPlot 啊BoxPlot 我們一樣看 年齡 年齡本來它 形狀長這樣 我們看BoxPlot 欸怎麼 怎麼不給我看 好 這BoxPlot看得懂的人就厲害了啦 這太誇張了 這應該是不可能看得懂啦 我來跟你們解釋一下好了 這一個 怎麼了你看得懂 我也是 你看得懂 那等一下幫他加個分 幫學長加個分 學長上過生統 學弟沒有上過 今天有教 今天早上有教 今天早上有什麼課啊 今天早上有什麼課啊 為什麼一年級 一上就有上生統啦 改課綱 改課綱了 改課綱了 我怎麼記得是一下上的 怎麼 好今天有教 所以你們都會 好啦好啦好啦 還是幫學長加個分好了 好不好 學長勇於表達嘛 我們希望這個 上課是一個 非常 就是非常 positive 的樣子 好所以大家都知道這是中位數 然後這是 這個 第一四分位 第二四分位這樣嗎 好所以大家都知道喔 好那我們就不講了喔 原來又改課綱了 課真的是蠻常變的 好 那這個 pi 這個函數在做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table這個語法 出來是 1060 然後16825 那 這個 這個 就是 大家看一下這個數字 如果我們要把它畫圖的話 我們需要畫 py plot py plot py chart 應該說py chart 我覺得py chart比較好 好 py chart這代表是 這三個類別的比例 這樣可以吧 好這應該很簡單吧 你們看這個圖就知道 它意思在說什麼了 我也不想問你們這張圖的意思了 因為你如果可以講出 這白色的部分佔百分之幾 那你也是蠻厲害的啊 這樣用看的就看得出來 好那長條圖跟這個 就是跟這個就是 那個就是 py chart的差不了多少啦 反正就是 只是把它改成用直的方式去呈現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想要跟你們教的 不是這些東西 我想要給你們看的是 它可以換顏色 那它怎麼換顏色咧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你還記不記得這個 就是 這是一個函數嗎 小括號是一個函數對吧 欸你可以 你看 histogram 這個然後豆點 color等於red 這樣我畫出來就是 紅色的 這個histogram 這樣可以齁 這樣有沒有覺得很簡單啊 好那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語法 我現在把這一串語法 全部複製貼上到這裡來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總共五行 好 我們先執行第一行 第一行我們一執行下去之後 有任何改變嗎 沒有任何改變 所以這一行到底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再看 我們這一行來看看 你看到了吧 哦 我再告訴你們這一行是什麼意思 它意思是 我現在要把我的畫布 切割成2x2 然後等一下我畫的所有圖 就依序排下去 2x2裡面依序排下去 好我們再把box plot畫上去 看到了嗎 它出現在這裡 好再來 py plot 好後面依序類推 你們應該都看得懂啦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這一行的意思這樣懂了吧 好我現在想跟你們講這些齁 也沒有叫你們學下來 只是告訴你們熟悉這個東西啦 主要說包括你們看到小括號 你第一時間看到小括號裡面逗號 我們就要知道它會輸入不同參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另外所有的函數 當初在寫那個函數的人 都已經有定義了 就是你的 你input的參數應該是什麼 那你出來的東西應該要是什麼 所有寫程式語言啊 你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去了解 每一個函數的input是什麼 那output是什麼 那input你必須指定成什麼格式 那它會給你什麼樣的產出 你這個東西記住了之後 你記住很多個人 你就有辦法在腦袋裡面自己去組織 說這個哪些的函數 你可以去製造一個連續的函數 函數的路徑 你一個input先經過a 然後a的output再經過b b的output再經過c 這樣你就有辦法 你就學會如何寫 寫程式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一個邏輯的訓練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再加上這兩行 這兩行是什麼意思呢 我先把它清空齁 這樣大家會比較清楚 來 我先加上這行再加上這行 好一樣我在執行它 有任何改變嗎 沒有對不對 好那再來再執行它 沒有任何改變對不對 再執行它 欸 圖怎麼沒有畫出來 很奇怪 好啦你們也不用回答 回答那一定是作弊啦 那個一定是 回答出來一定是作弊 我們把全部的語法 全部都複製一次 好 你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在這裡 會有個檔案叫plus1 我們把它點開 你可以看到 欸 四張圖都畫在了pdf上面 好所以我們再回頭看一下這裡 pdf 原來它想要開一個叫plus1.pdf 高跟寬呢 都是8 這個是寸 8寸 這個單位是寸 好然後 family是指它的字型 然後字型要什麼 這個字型大家可以隨便亂改 好不好 那這個 最後我開一個畫布 把這些畫都畫完之後 我這個dv.ofs 是把我把這個檔案關起來 那這樣子你就產生出來 好所以 你應該會覺得 蠻簡單的吧 你覺得蠻簡單的話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嘗試 那這個是 我還是會花一些時間 讓大家熟悉這個程式 語言 但是啊 這個 就是 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這堂課的重點不是教你們寫程式 雖然 有時候我們需要 如果你理解了程式以後 因為之後我們有一些數學過程 我不是在第一節課有教你們講說 告訴你們說 我想要教你們求近視解 就是 我一開始就有強調說 你們以前都只有學 如何求解析解 解析解就是 你可以計算出一個公式 那帶公式下去 這個答案就會出來 可是你們之後會發現很多數學公式 它是沒有辦法求解析解的 它只能求近視解 求近視解 如果有一些程式的概念 你會更能夠了解那整個過程 然後你才能去實現它 所以我還是得教一點點程式 但是真的只要概念就好 所以 這一題不會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希望你們 試著去把這張圖給畫出來 這張圖要怎麼畫出來 你看這張圖跟前面的圖有什麼不一樣 它顯然是一個 box plot 對吧 可是問題是 它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 剛剛的box plot 只能畫一個對不對 那現在的box plot是什麼 conditional的box plot 它可以 LVD等於0的 跟LVD等於1的 它的edge 不太一樣 剩下它還有很多不一樣 假如它這邊有個title啊 這些 它顏色不一樣啊 這些我們是會試著把它做出來 好 這一題不見得要做出來 不過我還是想要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 大家稍微摸索一下 嘗試一下 最後再告訴大家這題要怎麼做 好這一題的 學習的關鍵是這樣子啦 就是你需要使用help這個函數 好 help help這個函數啊 你如果help裡面 打bar chart box plot 好 在右手邊會出現一個 它的說明 這個說明啊 我要跟大家講很長 都是英文 很難看懂 我們覺得很討厭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你拉到最下面 每一個函數的說明的最下面 都有一個example 那我們通常 如果打help之後 我們第一件事 不是去讀這些說明 我們第一件事 是直接來example這邊貼 那我們通常會先全部複製貼上 到我們的 我們這裡再開一個新的好了 到我們這裡 那我們一行行貼 主要是我們這邊按一下run 欸 你看到了吧 這張圖跟我們想要有什麼差別 是不是有點接近了 它是conditional 對不對 只是 它的condition 是這裡跟這裡 對吧 欸 那你有沒有發現 它怎麼做conditional 你仔細觀察 它是 cout 然後這個chowing 然後這個 這個spirit 那這個 這兩個東西 是什麼 我其實搞不清楚 這樣可以吧 那這裡是不是有個data 等於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看起來是不是像data 如果它是個data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用head這個函數 看看它長什麼樣子 欸 看到了 原來這是abcde 這個是一個數值 所以我們再回頭看看 我們這裡 我們想畫的東西 這個嘛對不對 我們的 lvd t相當於是這裡的 這個我們要放在這裡嘛 所以是它對吧 它要放在哪裡 它要放在這裡 它要放在 秋影的後面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的edge 是不是要放在秋影的前面 好 我們學習到 我們猜到這件事之後 學寫程式的關鍵就是 你必須要在這裡試一下 好我們把這行複製過來 data改成我們剛剛的dat 然後我們這裡勒 lvd 對吧 然後這裡勒 edge 好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欸看到了吧 是不是出來了 這樣你就成功了 好你們這樣知道 就是這個東西要怎麼學了吧 這樣就是邏輯訓練 就是這樣訓練 好那接著勒 接著我們繼續來看 欸我們現在還有好多地方要改 比方說我們想要改顏色 那我們要怎麼改顏色 我們再來看看這邊還有沒有範例好了 呃你看這裡的color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的color 好我們我們 在這裡的話 它的color是不是light gray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看這一行 欸他也不給面子了吧 他是怎樣 好 這裡 所以這一行他做了一個 他這邊多了一些這個就是 修飾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就算了 因為這不是我們要的功能嗎 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這些功能 他這裡還可以用log尺度 他這個也可以加一個title 好這樣可以注意到了吧 我們 我們現在在做這些東西 我教你一行行貼下去 是在教你們說 你們可以透過別人的example 然後去想像 然後去想像 要怎麼把他的功能 把他放到我們這裡來 這就是我們這個 打help要的主要的教學目標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 這一個 就是 這一個 這裡是不是有 剛剛是不是有教過 欸他的color可能可以有好多個 所以 我們可以透過這裡 我們應該可以想像 其實我們可以給他兩個顏色 一個是red 一個是blue 好這樣我是不是有這個了 好接著下一步 我想要讓他有這個title 他這裡是不是有個title 啊剛剛是不是有看到 剛剛是不是有看到 這裡是不是可以有個title 那我們來試一下 我這邊直接打test就好了 欸是不是上去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如果你繼續 仔細的一行行 往下看 主要是你要有時間啊 你會發現這裡有三個參數 這三個參數是我們要的 main xlab ylab 我們先複製上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好 看到了吧 main是什麼意思 在這裡對不對 xlab是什麼 在這裡對不對 ylab是什麼 在這裡對不對 好所以你找到這個 boxplot裡面的參數了吧 好你要去上面 你要去在這裡一堆裡面找 那也是可以啦 就是比較辛苦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用複製貼上是不是很快 就是你馬上就可以學到 要怎麼做了 好完整版的語法在這裡 ylab xlab main lwd是它的線的出戲 好這個我們就 我就 我就直接貼上了 好不過大家要知道重點是什麼 重點不是你直接複製貼上這一行 重點是我剛剛怎麼去找到 ylab xlab main 的方法 這樣懂我的意思喔 就是你打 help 你要你是怎麼去找的 怎麼找會有效率 好這樣大家懂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今天的其他部分 好那我們想說這個 我們今天再來畫一個 就是還有一種圖叫做 還有一個函數叫plot 這個函數可以畫散步圖 好這個圖 我們先把它複製貼上 然後把它畫出來好了 好這個圖你大概可以想像 它是什麼 每一個點都代表一個 一個sample 這個sample 它的年齡跟它的hard rate 分別是在哪裡 主要說這個點代表什麼意思 一個大概四十幾歲的人 有一個 200下的hard rate 這樣可以了解 那你把所有的人都點上去之後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一個趨勢 這個趨勢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它大部分的sample 是集中在這裡 也就是說 這個隨著年齡的增長 這個心跳數目 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 至少我們看大方向來看 是沒有什麼差別 可是有更多這些極端的 極端的sample 這樣懂我意思 好但它大致上是沒有差別的 這個 這個sample圖給我們的information 是這樣子 好 但是 這個 那剛剛我們只是去解讀那個圖 我們重點是我們想要去增加一些 這個圖的好看程度 就來說 在這裡 你可以 這是我上課有教的 就是在這裡 我們 我上一行在這裡 我把這一行把它貼過來好了 這樣我等一下比較好操作 pch等於19 我這樣按再run 這個點是不是被我趕實行的了 好 所以pch 這裡是不是 這裡是不是可以改 我們改人7好了試試看 欸 它是長這個樣子 那改人改人 把它改人13好了 欸13跟17到底有差在哪裡啊 啊好像有一些圓圓的那個啊好像是圓加方啊 反正它這裡有很多種不同的東西可以選擇啊 你可以試試看不同的這個東西 下面是對照表 好13跟7喔他們兩個真的是長很像 難怪我剛剛覺得一時間覺得好像差不了多少 好那這邊還有一些簡單的這個簡單的這個函數啊 舉例來說 你可以用lice去增加那個圖片的豐富度 好舉例來說你可以 這個透過這個方法 好我來問一下大家 這一行在我們我們現在要試著做這件事了 就是雖然你還不懂這個程式嘛是什麼意思 可是我們先複製 然後鐵箱按下run 好現在請 它畫出了一條線對不對 好現在請大家這個請告訴我 這邊五行每一行 它可能代表意思是什麼 猜一下好不好來 有沒有誰要猜的 講錯也可以啊 大家不要害怕嘛對不對來 有沒有人要猜的 這五行每一行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好來請講 嗯 所以這三個點分別是什麼 1 1249跟76好然後勒 好然後勒 然後下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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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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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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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說這樣是 XY 相對應的座標 實際上是他把這三個數字丟到 X2 物件 你現在如果打 X 你出來就是 147 這樣可以吧 這個時候他還沒有說 他就是 X 座標他是 Y 座標 沒有這種事哦 這樣可以了解 好那第二行呢 第二行你會說他把這些東西丟到 Y 物件裡面 Y 物件現在有 296 這樣可以吧 那第三行的確 他就是開一個新的畫布 第四行 他就說 X 跟 Y 跟 X 是 0 到 10 Y 是 0 到 10 好所以我們換個講法 如果我們這裡 然後 Lies 沒有錯就是 X 跟 Y 好那我現在來考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了解了這五行以外 我們再給大家一次一個加分的機會 如果我們把這個 10 改成 50 再複製貼上再 run 1 次 請問一下這個圖會怎麼改變 圖會整個往左邊 圖會整個往左邊靠 圖會整個往左邊靠 你說你覺得他會 你覺得他會長這樣 好你覺得他會長這樣嗎 好我們試一下 跟你想不太一樣 為什麼 對他改的是 Y 軸嘛對不對 好很好 這個加 0.5 分啦 因為你答錯了 可是你可能是 X 跟 Y 就是沒有看清楚啦 好不好 我們假設其實是你沒有看清楚 這樣子 好 那 我 我為什麼 帶大家這樣做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為 剛剛我很高興就是 你有在想這件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學 我們學這個東西主要是 這個邏輯思惟就是這樣想出來 就你會去預測 他 output 是什麼 雖然這次 output 預測錯了 可是你應該有能力去修正嘛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好如果點夠密 你可以畫出一個圓 來 那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光這樣看 為什麼看得出 為什麼 我們最後他畫出的是一個圓嘛 對不對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 為什麼這樣畫得出圓啊 來 有沒有人想要 想要說的 這個語法跟剛剛非常像啊 也是用 LICE嘛對不對 好 請講 因為他 他用的 他用的 他用三角函數 可以畫出圓 然後整個 然後 連線的 然後連線的 連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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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用三角函數 可以畫出圓 因為三角函數 可以畫出圓 因為三角函數 在 在 連線的 連線的 然後 然後 沒有 去排 去 然後 就可以畫出圓 就在那個圓 就是三位的 好 你可不可以 你前面這個 Z 的 這個 部分 我覺得沒有問題 然後你也講到了一個關鍵 就是 這個 XY 他 Z 他就是有一千個數字嘛 對不對 那 X X也有很多個數字 Y也有很多個數字 那 因為他是很密 所以可以畫出個圓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我剛剛的問題是 為什麼 為什麼經過三角函數之後畫出來是圓 圓的公式 圓的公式 圓的座標公式 圓的座標公式是什麼 好啦好啦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好不好 我不知道我們同學聽得懂了 我來幫你講一下啦 一樣再幫他記一下沒有關係啦 就是 就是 你的這個零點可能在這裡 零點可能在這裡 零點可能在這裡 那 你現在隨便畫 你現在隨便畫一個 這個 這個 Z其實是他的 Z其實是他的 那個斜邊長 因為你現在那個 Sine跟Cosine的那個 的那個 分母都是 斜邊長嘛 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那 他在說什麼 在這裡 這個斜邊長 他的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數字 這是Sine的值對不對 那這個數字是Cosine的值對吧 這個可以理解吧 這個 你們應該都學過了好不好 所以 你 如果 同一個數字丟給Sine 跟Cosine 那你就可以得到他的 這個 這個 X 就是得到他的這個 Sine是在這裡的 好不好 Sine這個長度 你就可以得到他的 X座標 跟他的Y座標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 你丟給 你把 一個固定的數值 同時丟給 Sine函數 跟Cosine函數 他可以得到一個 Sine函數就是他的X座標 Cosine函數就是他的Y座標 這樣可以吧 如果還是很難想像的話 你想想看 如果他是0的時候 Sine是多少 0的話 Sine是不是就是 0的話Sine是不是就是0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啊 Cosine是多少 Cosine是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01的時候大概是在哪裡 你應該可以想一下 就是 那個 01 01大概是在這裡嗎 對不對 我這個 這個XY其實 我把它放反了 放反過來意思是一樣的 好不好 好 那 你的這個 那如果是這個 你一定可以想到01 10的這幾個點 你一定是很確定的 對不對 他就是 這四個 他就是01 這個01 然後這個 10 然後 這個 就是0-1 然後 這個是-1 -10 好不好 他就是這四個數字 這四個數字 你是一定會知道的位置嗎 對不對 好實際上 你把它 你稍微想一下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好那我們來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有一個 在這裡在這裡 好 這個 你學會LICE之後 你就知道他是去加一條線 對不對 他加一條線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在 就是這一行 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意思是說 這個 我們啊 現在手上有個X 把H變X 把Rate變Y 那我們 把他丟進一個叫LM的函數 這個LM這個函數啊 是Linear Model的意思 就是Linear Regression 好 這個就是高中學部的玩意 好 我們先把複製貼上 你看到了 78 跟0.1 好 這是不是意思是 如果我們要去預測Y Y是什麼 Hard Rate 對不對 那他跟年齡的關係是 78.9 加上 年齡乘上0.1 0 21 那就等於 Y的預測值 好這個 大概意思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把它畫出來看看 好你看一下我們的X是不是 X是10跟150 X是10跟150 這是我定的嘛 對不對 那Y是什麼咧 Y就是剛剛我按照那個公式把它算出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X跟Y 分別是不是長成這個樣子 X Y 好然後 我剛剛先把剛剛那個Plot把它畫出來以後 我們Linexy 這樣是不是畫出了一條預測線 為什麼這條線畫出來 因為它的起始值是10 10 10 79 對不對 那結束值呢是150 94 他都在圖的外面 所以你看起來就是一個無線延伸的預測線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呃 你可以直接用AB Line 去畫Model 可是這個我比較不建議啊 因為這個就是 你要多倍一個函數嘛對不對 上面這兩個畫出來是完全一樣的圖 好那這個 這裡我們就不特別去就是 就是 就是 我這裡就不特別去就是 把這個就是 不特別去做一些就是 呃再去介紹更多函數 可是我要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這個 我們剛剛拿到這個78跟0.1 是不是 我們把它Print出來之後我們自己打的對不對 那 如果我想要 就是 假如說精確到第八位小數我要怎麼辦 我是不是沒有辦法 對吧 我想要精確到第八位小數沒有辦法 好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這個Model 這個Model 你問他class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叫LM的一個物件格式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但是你可以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哦 就是 Ls Model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好多東西 原來這個Model跟這個Data裡面一樣 它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 就是它裡面有好幾個元素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你要怎麼找出這個元素裡面的東西呢 Model 裡面的這裡面用一看就覺得Coefficient的看起來比較像 對不對 欸你們有沒有發現 數字變多了 這樣可以理解我來做什麼嗎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東西把它存成 Coefficient 那這樣子 Coefficient的第一個 就數字就是78.9對不對 Coefficient的第二個數字就是 這個 就是這個 0.1021352 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吧 好透過這種方式 就是你可以得到更精確的數字 並且你不用去打那個 就是以後如果你程式寫比較長的時候 你想要中間換東西 就來說 你現在有了Coefficient之後 那你這邊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 這樣子的語法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現在從頭複製到尾一次 Run 好看起來還是一樣對不對 可是如果把這個 Edge 我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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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e 把它換成 我把這個Rate 換成PR 好換成PR 這樣子 我是不是從頭複製到尾 我就可以畫出 Edge 跟 PR 的關係了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為什麼我要把中間這個 Coefficient 特別把它這樣子抓出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不想要每次 我還要先看一下結果 然後再改這樣的數字 這樣是不是很麻煩 用這個記憶功能就是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那你還可以為你的圖形 再加一些就是其他元素 舉例來說剛剛是用 LICE 對不對 你還用 TEXT TEXT 就是你除了 XY 座標之外 你還要告訴我說他要輸入什麼字 這樣應該懂我的意思 ABCD POINT 加上4個點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這是點1點2點3點4 Langent 是增加圖說文字 這樣可以 好那這些 這些東西還有Polygon可以畫這個多邊形 好這邊我只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畫圖他的變化是很多的 不見得就是只有 Default圖可以用 你可以為他自己加些有什麼東西啊 所以說啊這個 這邊有個練習題啊 就是這裡啊 這是一個基礎版的圓餅圖 好這邊是一個基礎版的人餅圖嘛 好我現在 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想要把這個圖 改成這個樣子 好 這個改成這個 那 可以請大家練習啊 啊但是我知道今天這個 就是大家所有人電腦都不能用 所以我們今天也不用練習了 我就直接做 啊不過我先暫停一下 這邊到這邊為止大家有沒有問題啊 你現在什麼樣子叫做有問題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發現啊 你幾乎沒有辦法預測 我剛剛貼出來這一大串程式碼 假設我剛剛貼 我剛剛貼這一串程式碼 你完全看不出來 為什麼這一串 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那大概就是會有一些問題 那你可能需要舉手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如果你發現你是可以預測的 那就代表沒有問題 你說你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那你只是你對語法不熟 這樣懂我意思 但是你的邏輯思考能力是有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要怎麼樣去把圖片加一點料 我們應該 你應該看到重點 我們第一個重點是 我們要把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把它加上去 這個東西應該不難吧 因為剛剛我已經示範過了嘛 就是 給他一個 有一個參數的man嘛 對不對 對不對 man 等於 distribution of gender 好我這邊直接打 tdt好了 這樣 意思就是我加上去了 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 好其實有一個 很難的重點 是我需要加上這兩個字對不對 可是我剛剛是不是 學到了一個 text這個函數 那我們試一下好了 text 好我們先試著在 0 0的位置 把它加上一個 數字 假如說 呃 我們是要加什麼數字 21 2172對不對 2172 好 color 等於 white 欸 你是不是會發現在這裡 是不是被我加上了2172 可是這是我要的位置嗎 這不是我要的位置 所以我試一下好不好 假如說我把它 我把它往上移一點 0.5 欸 這是我要的位置嗎 好像不太像 那我要怎麼做 那我再稍微調一下好了 0.1 0.4 欸這個位置是不是好多了 好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你可能會覺得這方法 非常的這個 就是非常的這個就是不自動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在寫程式的時候啊 不自動反而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你有無限的自由度 你想要把它放哪裡就放哪裡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 你應該 假如說你在做這個PTT 這個簡報的時候 他不是可以 隨便你這個字可以拉到哪裡 就拉到哪裡 對不對 我現在要告訴你的是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一樣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你想要拉到哪裡就拉到哪裡 唯一的差別是 你需要釋出那個你喜歡的坐標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寫程式跟這個 做這個PTT 其實差別是差不了多少 好那我現在要釋出這個位置 這個就有點麻煩了 好不好我們直接看答案 你們只要知道 剛剛的那個概念是什麼 我剛剛忘了教 這個label我要把它改大寫 這個大寫 labels你需要用help這個函數才能查到 我們實際打一下helps看看好了 好在這裡你可以看到這個labels 就是 就是這裡你可以看到這個 呃 我們看一下labels在哪裡啊 labels這裡 嗯 labels 就是 好你多找幾 你試一下這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他可以 就是 他這個labels就被我們弄成空的了 如果剛剛在這裡我們把它 弄成這樣子 他這裡就會出現很多數字 這是我們就不喜歡 好你就可以發現這個 你可以去讓他的labels變成是空的 就你如果複製到這一行的話 欸 我剛剛 好這樣子 他是不是就沒有labels 然後他的 他總共有200個數字 所以他200個這樣分開 然後他的顏色 依序是用rainbow 就是用彩虹這個 顏色的順序 去把它產生出來 好這個 這個我們就 就是這個沒有那麼重 就是那個圖畫成什麼樣子 沒有那麼重要了好不好 大家只要知道說 這樣你就可以產生一個bass layer 圖 然後接著加字 加字我分特別加在0003 這樣你會加了以後 你就知道 他最終版的這個圖 他其實是 我手 手動去把這些位置把 加出他的原 數字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你了解了以後你就知道這個 你以後如果你想要畫圖的話 你可以很輕易的去 就像你在PET拉文字一樣 去把它產生出來 好那這個 就是我講到這裡 就是 大家就是要了解 就是寫程式啊 其實你應該越來越能夠了解 就是你應該去把他的這個 就是你應該可以去 預測這個程式碼出來 意思是什麼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特定條件下的描述性統計 來這一行 的意思 我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好我們一樣啦 就是再給大家一個加分的機會啦 好不好有沒有人要舉手 這一行 他想要 他想要做的 他顯然是要算個平均數嘛 對不對 他是想算 他是想要算什麼的平均數啊 有沒有人可以講一下 沒有沒有加分過的 講一下啊對不對 你們永遠不舉手 最高分就是90分啊 我已經跟你們講了 欸 我有跟你們講奇莫 奇莫的那個 就是 奇莫的那個 這個 你們有看過那個網站了吧 就你們要上傳一個分數 有嗎 我有點忘了 還沒有嗎 還沒有嗎 好那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網站啊 好不好 好你們 好你們奇莫 你們奇莫的這個作業齁 就是 大概就長這樣子 好你們進來以後啊 你們會看到就是 這邊會有一個網站 就是到時候會給都會給你們帳號啦 好不好 你們可以下載資料 那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就是你們 這個 好這個資料就是會有 欸你們看到了吧 有LVD 然後他還有一些有的沒的 這是不是跟我們的那個資料非常像 這樣可以吧 那 當然就是差別就是多了很多啊 那測試資料 測試資料是 這些所有的東西都有 但是沒有LVD 這樣可以了解喔 然後 你必須要去預測 你必須要提供出 這個 1號這個人 他的 機率是多少 他的機率是多少 你把這樣的一個檔案 上傳以後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分數 我剛剛上傳完了之後 我是不是 9月15號 剛剛 然後我上傳了一個 我得到了 一個0.5這個分數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那你們的工作就是 你們需要把 剛剛那個檔案 讓他 就是你們需要 學習如何產生剛剛那個檔案 那 你們上傳完之後 你們可以可能可以得到一個87分 或是得到一個86分 或是88分 這樣子 那你們最後 拿到的分數就是這個 然後我可以給你們看看 之前你們的學長姐 主要說去年的學長姐 去年的學長姐 去年的學長姐 你們看 他拿到的 拿到的這個分數 最高分 他可以拿到這個 這個人是誰我也忘記了 409是幾年級的 現在三年級的 你看他拿到最高分是90分 你們這個任務 能夠拿到最高分 大概就90分 所以 如果你們沒有 一些 踴躍發言的話 大概是很難拿到100分 這個分數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 好 那大概 不過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你們看 前幾名 雖然有90分 對不對 可是你們看到後面的 就像說 第30名他也有89分 所以這個差別其實很少 好 到第10名86分 當然就稍微低一點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 所以這個 有沒有人現在要講一下 這一行 好 來講一下 這一行什麼意思 這一行 就是 它就是 就是 就是 它就是 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 然後 它 去跟 它去做一個 就是 比如說 這個 這邊 兩VD 一個 然後再給它 好 它的意思 基本上意思是講對了 那我們來 重複一次 沒錯 最開始的時候 DEDO你要 把眼睛指向這裡 這裡是什麼 把LVD給我抓出來 對吧 然後有一堆 01NA 那Percent Percent 上個禮拜是不是交過了 是 它 去看看 右邊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左邊 所以這樣子 RUN下去之後 會出現一堆True跟False True的地方代表是什麼意思 代表它是E嘛 對不對 好 那你把這個東西 這個邏輯值 是可以當鎖引值的 對吧 邏輯值可以當鎖引值 你把它拿來 放在Data裡面 豆點的左邊 代表你要對Raw去鎖引 對吧 你對Raw鎖引之後 你這樣直接按Raw 是不是就是 所有的 這樣的Data都被抓出來了 然後 你要這個Subdata裡面的Edge 這樣 你得到的就是Edge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最後你在對它求命 你是不是得到了 LVD屬於E的人 它的平均年齡是多少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我覺得 這個 剛剛你講得非常好 好不好 就一樣就是等下再記錄起來 你到底被記錄了幾次啊 這位同學 三次嗎 好 俊和你要幫我記啊 我記不太起來啊 好 好 那 接著 那屬於1的你會做屬於0的 你就一定也會做了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那 欸這個 這樣的語法 欸你們看喔 這樣子 這兩行 這兩行 一個是%% 一個是等於等於嘛 這兩行的result 答案是一模一樣喔 一模一樣的原因是什麼 一模一樣的原因是 這一個 等於等於1的時候 它出來的value 會有 na true 對不對 啊%%%%%%% 出來是不是都只有true跟force 因為na 不屬於1嘛 對不對 可是na有沒有等於1 它不知道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兩行 有什麼差 這兩行在 沒有下na 在na.rm等於true的時候 它是完全一樣的 但如果是force呢 你可以想像上面還是會有答案 下面就會出現na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好那如果我們想要把這樣的一個東西把它 就是把它貼起來 我們可以用函柱paste 這樣子 我們這樣好長一大串 好長一大串語法 我們來看一下重點是什麼 來 這裡面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是他 第二個元素是 痘點 然後這個引號加減 第三個元素是sd 這樣可以了解 然後最後是sep等於這個 這個 這個空值 代表是我們想要用 這個就是空值去連接它 這樣我們可以拿到63.368888 然後加減15.59 所以paste這個函數 你應該可以想像出來 它是把 三串文字把它貼在一起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它沒有很難嘛 好然後 如果 呃 paste跟paste0意思是一樣的 paste這個函數你要去指定 它是用什麼東西去連接它 你這裡 如果把它弄成 就來說這個 abc 好看到了吧 這裡出現一個abc 這裡也出現一個abc 為什麼 因為 中間有三個元素嘛 他們中間必須要用abc 去把它連在一起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樣呈現就很醜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使用format c這個函數 來做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把剛剛這串拆解 首先我們先產生m 再產生m m 就是剛剛那個平均值 s就是剛剛那個標準x 然後format c m 三位數 然後format等於f 這樣是不是就是 捨去 捨去到三位 好這個函數很厲害喔 主要說 主要說 0 0.000 1 1.000 也就是說 如果三位 我強迫它顯示到 小數點以下三位 即使它是0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把這兩個貼在一起 好 format m format c 然後m format c s 然後用加減把它合在一起 這樣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就蠻好看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好那這個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你如果回去之後 你願意學寫程式 你要練習的話 這個 你要怎麼 我們 給大家出的題目 是這個 你看你現在需要加什麼東西 首先你要先產生一張 長條圖對不對 然後你需要有lvd 跟edge 然後你這個 就是你要先把他們的平均數 把它畫上來對吧 然後這邊 這個線好像不太好加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他的標準差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你下面要加一些文字 好 不太好加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怎麼加的好不好 好 在開始之前啊 我們來 給大家一樣 也是這個加分的機會了好不好 就是我強烈 我相信一件事情啊 就是 大家應該都沒有預習 所以說 這個 絕對也不知道 現在要怎麼做 那我們大家可不可以給我一個 solution 的方法 如果要畫出這張圖 我大概整個步驟 要經過哪些步驟 有沒有人想要舉手發言的啊 不見得要全部講完啊好不好 講出個一兩步也可以啊 來請講 先把長條圖畫出來 先不用講那麼快 先把長條圖畫出來 這句話就只0.5分了 可是另外0.5分我要問你一件事 長條圖要怎麼畫出來啊 長條圖剛剛不是要用出table嗎 剛剛長條圖是怎麼畫的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長條圖不是這樣畫嗎 他不是對一個類別變相嗎 他類別變相說這邊有1000多個 這邊有這個200多個 這邊有100多個 這邊有200多個 然後才能畫出來對不對 可是現在你的長條 你這個東西是個連續變相啊 你的長條圖要怎麼畫出來 No idea 只有0.5分 這個太難了 所以說 不過你講的沒有錯 長條圖 這個長條圖要先畫出來 那我先 再 等一下還是給你機會繼續講好不好 可是 在我們首先我們總要先畫出這個長條圖 不然你什麼都不能做啊 對不對 我們大家被卡住了 好 你長條圖要怎麼畫呢 剛剛我們已經看到了 你需要先產生一個table 就來說 table data裡面的 lvd 這個東西 有了這個以後 然後我們把它 那個就是 8 plot 這樣 他可以畫出這樣子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這個數字的大小 這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數字大小是 65跟66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東西 他到底長成什麼樣子 他不就是 1162跟 5950嗎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 我們如果 我們要產生一個 65跟66 我們要用什麼函數 我們有一個函數叫 c 可以把它合起來嗎 對不對 M0 M1 這樣我們是不是產生了 跟剛剛這兩很像的東西 然後我們把這個東西 把它丟到8plot裡面 看到了嗎 畫出來了對吧 好這才是我們要的底圖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那個 剛剛那位同學 因為你講一半嘛對不對 我們給你把另外0.5分 加出來的機會 請問一下 這個 我要怎麼樣去 就是我要怎麼樣去把這個 就是把這些東西加出來 你還記不記得這是什麼 你要用什麼參數把這個東西說出來 好 好啦好啦 我們就不要等你了 這x level 對不對 這y level 那在這裡 會有一個參數叫 x limit 就前面我在 做的時候好幾次出現這個參數 x limit 我想要0到120 所以在這裡 我們可以 你看到這裡之後 我們可以用這一行 把它抓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這樣我們就出來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接著咧 這個 好啦 那個你這麼辛苦 我們還是給你加個1分啦 好不好 畢竟你都被問那麼久了 等一下李均衡也幫他加1分 好不好 李均衡你到底我們記得 每一個人 到底加分那有幾個啊 好好好好 好 那 來大家有沒有看到後面我們怎麼做的 我是一條線一條線的去把它畫上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條線 我現在按下Enter之後大家看一下圖下面會有什麼改變哦 他就是他的x座標是1.91.9 y座標呢 M1-S1 M1-S1 M1加S1 畫出來在這裡對不對 好 這個y座標 是M1-S1和M1加S1 這個大概不會有問題 可是x座標1.9 大家不要懷疑 那是釋出來的 剛剛我們在畫圓餅圖的時候 那個0.1跟0.3我們不是也是釋出來的嗎 這裡我們也是把它釋出來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現在把它釋一下 你一開始釋2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點偏 這樣懂我意思 1咧 有點偏 所以你要釋到中間這個數字是多少 他是0.9跟0.7跟1.9 這個是釋出來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釋出來了以後 你上面這條線 你上面這幾條線其實就可以加了啊 你看 他怎麼畫出來的 1.75到2.05 他是不是就畫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 1.752.05 然後y軸是固定的 那一樣 y軸在固定這邊改成減 他是不是就畫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一樣啊 這裡我就繼續畫囉 好 好那我們現在從頭貼到這裡好了 好然後下面我們要加一些文字 下面我們要加一些文字 就是用這個 加 text嘛 好這樣就加上去了 然後最後我需要一個 engine 這個 engine 好這樣我是不是看起來這張圖就非常漂亮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你應該 呃在這裡都只是要教大家 你回去可以試一下 不過就是 呃我要試齁 我沒有叫你們就是 呃你願意就是 呃蓋住答案從頭寫到尾 當然也是非常好 但要花的時間比較長 請你們試齁 就是你們可以 試著去把這些程式嗎 就是你複製這行的時候 你預測一下 這條線是畫哪裡到哪裡 這樣總是不會那麼難嗎 對不對 你在貼這一行的時候 你預測一下 你你到底預測是右邊還是左邊 一定是右邊嗎 因為他是1.9 所以一定右邊這樣可以齁 好你應該做這件事情 好那你了解這件事情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那個就是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部分 今天的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其實是很值得回家 在今天最後一個 這個部分最後的練習題 我希望大家回家 可以的話 一定要解出來 因為他真的很簡單 而且等一下你們看過我 做過一次以後 回家 你們搞不好都還會有一些印象 但是你們能夠親手做出來 應該還是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要教什麼 今天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要教的是 今天有一大串程式嗎 今天這一大串是在做什麼 我們剛剛已經示範過了 他把 Edge跟Heartrate的這一個 就是 把Heartrate的關聯性 把它畫成點圖 把它畫出來 那你注意到了什麼 這個點這邊是不是密密麻麻的 而且他是不是很密 這樣don't worry 是吧 他這裡應該很密 可是我看不出來他有多密 你覺得這裡的點的密度 跟這裡的點的密度 是不是應該這裡稍微大一點 理論上應該大一點 對不對 可是你顏色看得出來嗎 你看不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辦 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 那我們顏色不要再是用黑色 我們可以用那種透明的顏色 有透明的顏色 疊十個點的深度跟疊三個點的深度 就會不太一樣 對不對 大家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要怎麼增加透明度 來大家看一下 我們要先學一個東西叫色馬 注意一下 在R語言裡面 不是只有R語言 所有的程式語言都是這樣 他的色馬 一定是 警號 然後什麼 FF0000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的色馬是16進位 FF 代表的是 256 不用算了 16 16的平方 好不好 16進位的256 那你說F0是多少 F0大概就是256 然後你再減掉16 好不好大概240 好所以這個色馬 這個色馬 你不用特別去記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反正他就是 FF就是256 那這個00就是0 那 前面兩個馬 代表是紅色 紅色的深度 我們現在打開PET 我給大家看一下PET 有這麼難找嗎 我現在要給大家看這個東西 這個大家可能以前沒有注意過這個玩意 好我這邊打個TEST 好在這裡是不是有個色彩選擇工具 欸不對 點錯了 其他色彩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自訂 自訂色彩這樣配吧 這裡 256 255 255 0 0 0 這就是紅色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那在這裡 所有的顏色 你都可以配出來 25 250 這樣是黃色 好你這邊 稍微剩下128 好 綠色 比較偏綠的 但是 又偏一點點黃 你這邊想要讓他黃再多一點 可能就是 誒這裡再有一個 誒200 誒黃綠色 這樣可以了解而已是吧 好 所以所有的顏色 都可以被表示成 0到255的紅 0到255的綠 跟0到255的藍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想要在R語言裡面 抓出一個特定的色碼 你可以自己配出那個顏色 然後再決定多少 好那我這邊有一個 這個跟程式沒有關係的問題 就是想要問大家 為什麼 為什麼所有的顏色 都可以用三種顏色配出來 來你講一下 光的三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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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有三原色 為什麼光的三原色是這三個 我給你一些提示啦好不好 如果你是蝦子的話 4堆細胞 4堆細胞 欸很好 4堆細胞 人的4堆細胞只有三種 好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應該這麼講啦 所以那個 呃 我剛剛講的蝦子 不是那個 就是那個 Blind的那個蝦子喔 我講的是那個 就是 你吃的那種蝦子 你吃的那種蝦子 它4堆細胞有五種 所以它看到的顏色跟你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就你在電腦上面看到的顏色跟那個是不太一樣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了 反正 總之這個 如果你是 你的這個 就是 反正你總是 在這裡大家應該都是人類啦 好不好 反正 所有你能夠感受到的顏色 應該都可以配得出來 一定都配得出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是因為是你眼睛的限制喔 好 欸那個 一樣喔 這個也是要加一分啦 好不好 雖然這跟程式沒有關係 那 你現在知道設計程式的人 為什麼把顏色 定義成這個樣子了吧 因為這是根據你的四堆細胞定義的 這樣可以了解喔 好那 你 如果你前面 幾個色碼都決定了 來最後這兩碼就是透明度 它的規格是紅綠藍 透明度 FF就是代表完全 不透明 完全不透明是FF喔 半透明是80 那如果是這個 完全透明就是00 可是完全透明 它就等於沒有啦 所以通常我們不會用00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我們來試一下 好這一大串代表什麼意思 我要在1010是不是在這裡 好01 1-10 0-1 分別 用四個顏色 這個一看就是紅色嗎 這一看就是完全不透明的紅色 這是半透明的紅色 這是什麼 全部0就是黑色嗎 半透明的黑色 我們來試一下 好看到了吧 是不是按照順序 半透明的紅色 半透明的黑色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你了解這件事情以後 了解色馬以後 你要知道RGB 這個函數可以幫你調色 因為有時候我們16鏡位 我們就不是 我們要算16鏡位 就是比較困難嗎 對不對 如果你懶得調 你就用這個RGB直接調 他會直接幫你把16鏡位的 這個數字把它弄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有了半透明的顏色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 散步圖 我們要怎麼看出密度 欸 等一下 我這一行程式馬要錯的喔 我這一行程式馬 欸 這滑鼠在幹嘛 我這一行程式馬 這樣打下去 他是沒有顏色的 好 我需要給他一個 我需要給他一個這個顏色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顏色 我們來打Color Color 等於 好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是RAID的話 是不是 警號FF0000 這樣子 對吧 這樣我們是可以換成紅色 好 換成紅色了 我現在給他一個透明度 這個透明度 我們給他30好了 代表大概透明度很高喔 所以可能要連續 五六個點加起來才會變全紅 我們再看一次 效果是不是還不錯 欸 不過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可能真的太密了 你還是效果顯現不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再往他更透明 讓他更透明 讓他更透明一點 是不是又更更好了 這樣可以了解吧 你是 越靠近中間 他是 他的透明 他的這個密度是不是越高 這樣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吧 好 你如果想要把紅色換成黑色 就是這裡改靈靈 好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你還可以用其他函數啊 比如說 Smooth Scatter 你可以畫出跟剛剛一樣的散步圖 好這個 這個是人家的函數啊 這個畫起來一定是比我們畫的漂亮啊 對不對 人家的配色啊 什麼都比我們好很多嘛 好不過 如果我想要教大家的不是這個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教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你學寫程式最重要的 其實是這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現在對單一設計的散步圖不滿意 那如果你去Google R Scatter Plot 的話 你可能可以找到這篇文章 這張圖是不是看起來很棒 對不對 我們來試著Google一下好了 好不好 R Scatter Plot R Scatter 好你這邊可以有 是不是有個圖片 我們點過來一下 好了 假如說你喜歡這張圖片 就麻煩你點進去啦 好不好 點進去 點進去 點進去你就可以去訪問他嘛 好不過我現在要找剛剛那張圖片 但是我找了很 他被洗下去了 哎這個Google Google的這個演算法 常常會動態更新啊 那個太久沒有人點就下去了 好 我現在懶得著了 我決定直接到這個網頁 好簡單講就是當初我找到這張圖 然後我覺得哎他是不是看起來很漂亮 我想要操 我想要學習 那我要怎麼學呢 來點進來以後 來我們可以看一下他說了什麼 他說啊這個 R Scatter Plot 可以去解釋很多點的overlap 巴拉巴拉 哇這個這些話我想聽都不想聽 你看 這個人的程度是不是跟我們一樣菜 他只會用透明度來畫圖對不對 他說啊 我看到別人可以畫這樣的圖啊 好厲害啊 對不對 this article in pns 這是某一篇paper 他畫出來的圖好厲害啊 我應該要怎麼用R來做出這張圖呢 來下面的人 有一個answer來 他這邊有一大 他是不是提供了一大串程式嗎 這一大串程式嗎 我們如果直接複製貼上 哎 我們是不是畫出了一個跟剛剛那樣圖很像的圖 就是跟剛剛這個圖是不是很像 好現在問題來了 那我其實是想要畫出 我想要畫出的圖 其實是希望 你可以把它套到你的 Edge跟Hardrate的這個關聯性的這個圖上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請問一下我要怎麼做勒 來 我現在直接告訴你你要怎麼做 好 你必須從現在開始 雖然這邊有16行程式嗎 雖然這邊有16行程式嗎 可是 你必須把它想像成 這是一個函數 還記不記得我剛剛說函數 你要關心函數的什麼 中間的過程你可以不管 but 你必須關心函數的input 跟函數的output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函數的output 你不需要關心了 因為你就是要他的output 所以這一大 這一大串語法 如果你把它視為一個函數的話 請問一下他的input在哪裡 然後我要怎麼改 來 再給大家加分的機會 有沒有人要講話的 來請講 那改在哪裡 好 x1這裡 應該要改成我要的Edge 跟我要的那個對不對 好 非常好喔 就是我也不知道 是 這個就是你學的非常好啦 你這裡改Edge 這裡改Rate 其實你直接複製貼上 你就會看到這張圖 那剩下那些不重要的小細節 我們這裡改Edge 這裡改Hotrate 這裡改圖 這個我們剛剛都教過了 對不對 改在哪裡 你在Plot這裡再多多增加一些什麼X Lab 好我就我就這樣畫就好了 好這樣是不是就改掉了 剩下我就不做了喔 好所以這個 這一題夠簡單吧 你只要改這裡還有這裡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喔 好我們今天因為 因為上課比較早結束啦 因為我本來會留一些時間給大家練習 但都沒有留嘛 因為今天電腦問題 我那個下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會 應該會讓至少 可能會讓這裡的電腦都變成是 至少有R可以開啦 好不好 那個也可以用那個Server 這樣動物的意思吧 好那我想今天啊我想 就是我教大家這些東西的重點 不是真的想要教大家畫圖 這樣動物 我的今天的教學目標不是這件事情 你想要學會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非常好 我今天主要的教學目標 是希望大家開始進入那個 城市的 就是城市語言的那種 邏輯思考的那個思維 這些城市嘛 是一些很簡單的城市嘛 我希望你們去了解 每行的input 跟output 是什麼 然後你們有能力去預測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回家我希望啊 你們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還是在自己的筆電裡面 去灌這個阿園跟Rstudio的環境 或者是你們回家之後再用 再去登入我的Server 在我的Server上畫畫 這樣也可以 那你們試著去花一些時間 把所有城市碼 從頭複製到尾貼一次 然後試著用我剛剛講的方式 去預測這一行城市碼 到底是在做什麼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如果可以的話 下一節課開始之前 把所有城市碼 全部貼過一次 看一次 花不了多少時間啊 絕對花不了你10分鐘 這樣可以吧 會對你的學習更有幫助 你們試試看你就會知道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 大概就上到這裡了好不好